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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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 滾動一個山谷 滾動季節的齒輪 而音箫是不動的 回音也是 時間的左手臂也是 所有時間的咽喉都沙癢了 在回音不斷刀臉 刀臉自己的名字 我赤手拔除所有紛爭的描針 八光樹的椰子 八光樹的鍋石 八光樹有菩薩的夏日的曝光 氣息夏日背景的產生裡 產生裡的鼓噪與精密 鼓噪與精密中溪流 溪流流逝的枯音與球骨 像毫無保留的枯枝 我等待 動我 敲擊我 鐘擺一樣 重擊著山谷 那個 最後一句 就是我等待 動敲擊我 鐘擺一樣 重擊著山谷的時候 就是那個 動 那個聲音 剛好就是 因為我這一首詩是在敘述冬天的景緻 那冬天的景緻一定是樹葉通通雕露光 那最後 我最後是希望在詩的結尾的時候 讓動這個意象在我的詩裡面呈現 但是我不只希望動這個意象在詩裡面呈現 我還希望他的聲音是可以觸碰到你的那個心的 所以最後一句我就有一點用雙聲的 就是 因為東就是敲東西的東 那剛好就是冬天的東 那最後我就念慢一點 就我等待 東敲擊我 鐘擺一樣 重擊著山谷 因為那個冬天 冬天的風刮過山谷的時候 就好像一根大中垂 從那個整個山谷猛離一敲 那一敲不止樹葉落了 也讓人家頓悟說 原來冬天到了 這樣 謝謝大家